大家好,我是带大家云池日本的美食日报 今天来看我的老朋友喜多川 从我开始去这家餐厅基本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好奇阶段 各种评价好的餐厅都想试试 第二个阶段是有了一定的积累后 只追求预约困难的店铺 就想去南定道的餐厅 在经过了第二阶段后 基本上想吃的都吃过了 就到了现在比较佛的第三个阶段 只去自己比较喜欢的餐厅 然后有些时候与其说是去吃饭 倒不如说是想主厨了 今天这家喜多川就是这样的一家店 喜多川是土生土壤的大阪人 在大阪和京都的米其林名店学习后 成为了料理长 之后在32岁独立 开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风格是大阪风和京都风融合的坏食料理 比起京都清淡柔和的风味 这家是风格和味道都比较鲜明的一家 外面的丸子是什么意思呢? 在日本中是12月大阪 半年前的6月30日 在智能瓦を潜入 薬払払 或者疫苗払払 这种意味有的意思 谢谢 第一杯酒是工程县七个酒造联合酿料的七夕限定款 味道是比较清爽 第一道菜是红凤菜、牡丹虾、鲍鱼和纯菜 搭配的是酸甜口味的醋蔗梨 牡丹虾是一种鸽头比较大 和车海老弹韧鲜甜的味道相比 这种虾肉偏柔软 虾肉甜味很足 味道浓郁 但是没有尘埃老那么味道平准 搭配上切的超厚Q弹的鲍鱼 一软一弹的搭配很不错 酸甜的醋蔗梨也很开胃 第二道又要复习之前的知识了 通常第二道会有一些主食 避免接下来喝酒伤胃 今天是长野的天然香鱼搭配的糯米饭 鱼肉是剔下来的 鱼骨头炸过非常香 也很下酒 这种做法去除了内脏 就算不喜欢这种鱼的苦味也可以大口的吃下去 第三道是碗物 食食点又来了 碗物通常会在上面撒上水珠 因为碰一下就会有痕迹 这样做是表示客人打开之前没有别人碰过 是对客人的尊重 客人第一次打开盖子后可以闻到汤的香喷喷的味道 今天是猴黑鱼的碗物 搭配的是虾鸡酥菜秋葵切成的碎块 最上面是秋葵的花 汤底是沐浴花的鲜味很浓郁 是很直白的好面 猴黑鱼经过了炙烤 逼出了多余的油脂 肉质软嫩又肥美 但是秋葵黏黏黏的口感我有点不爱 清汤的话我会更喜欢 这个碗的盖子上面有花火的图案 真的很可爱 第四道是刺身的第一盘 是烧霜做法的白肝雕 白肝雕是鱼里最美味肉质最紧实的 是精料理的常见食材 这个是烧霜的做法 通常是用喷枪来烧一下鱼肉的表皮 这里用店里的备肠碳直接制烤了表皮 这样做可以消除鱼肉的腥味和鱼皮多余的脂肪 通过增加炭火的香味来丰富鱼肉的风味 虽然没兑上胶但是也能看到鱼肉上的油脂在反光 鱼皮是炭火的味道 鱼身是肥美的同时口感紧实 有鱼肉的甜味 我觉得只加一点点盐就很好吃了 第二盘是薅草熏制的监鱼 点到这种薅草一边熏一边烤 通过这种做法可以去除鲸鱼特有的腥臭味 去除多余的水分 外圈烤熟中间生 在可以同时品尝两种口感的同时 还可以更直接的尝到鲸鱼浓郁的味道 有点类似金枪鱼的赤身 第五道是冷汁的酥面 加入了北海道产的水果番茄和青森的海胆 汤汁就是用出汁调配的酥面汁 这家汤汁整体味道偏咸 所以做成酥面汁就刚刚好 水果番茄汁水足 甜中带有恰恰好处的酸 它配上海胆有不一样的风味 不过今天的海胆质量一般般 第六道是用毛豆的一个品种茶豆 做成的浓稠的酱铺在下面 搭配上炖熟的石斑鱼 最上面还是醋汁梨 然后加了一点点鱼籽酱 茶豆比毛豆的味道更加浓郁 味道再甜一些 石斑鱼是那种酸粑肉 油脂不多但是非常鲜 醋汁梨提供了酸甜的味道 鱼籽酱都增添了咸味 这一道真的是各种味道 各种口感的口感非常好吃 第七道是炭火慢烤的牛肉 牛肉表面用炭火烤成焦黄色后 用锡纸包裹然后进行慢烤 这个是宫崎牛的非粒肉 非常柔软的脂水酥 虽然没有什么脂肪 但是有炙身肉特有的甜味 搭配的是牛棒销成丝后 进行炸制的配菜 脆脆的非常香 第八道是琵琶糊的天然鰻鱼 这道有点神奇 下面居然是烤鸭的皮 加上葱丝和山椒叶后 圆起来像吃烤鸭一样非常有想象力 第九道是炖菜 今天的主角也是夏季的常客 鹤帽茄子 周围是勾芡过的汤汁 汤汁里撒入了毛蟹的蟹腿肉 不过汤汁和蟹肉过于鲜美 有点压过了茄子自身的味道 你听这声音就知道是夏天来了 这是海蛮鱼的骨切 这种鱼鱼刺非常多 为了能方便的吃这种鱼肉 都会把它的骨头切断 吃进去就不会有骨头的存在感 也是日料师傅的基本功 切好的海蛮鱼进行烤制后 放到土锅里 就是今天的主食了 点睛之笔应该是加入了新莲藕 为松软的米饭和软糯的鱼肉 增添了脆脆的口感 前面的菜吃得太多了 吃不下 我只吃了两碗 之前看到留言 这一锅米饭吃不完怎么办 这家是可以打包带成饭团带走的 有些店就会收起来 可能成了员工餐吧 最后的甜品也是非常京都 是抹茶搭配了香草冰淇淋 最后还加入了白玉团子 起的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家 味道是偏重的 也很适合刚刚了解日料的朋友来吃 坐在吧台 拉近了和主厨的距离 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他制作各种料理 菜品是简朴的京都环石风中 融入了大阪人主厨大大咧咧的心动 还进行了一些创新 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点 又到了主厨说结束雨的环节了 你猜今天主厨说的是什么 请打在公屏上 这些来说的是 夏的美味食材的东西 夏呢是纳巾 纳巾诶不如是在冬季的时候 更与油会有很多油来自然 夏的方便是在冬季中 我喜欢户类的 冬季的时候就会很便宜 冬季的时候就会用油 牛、阿米、鴨、羽 哪里最強烈的地方? 食材最困難的地方是秋 蜜茄也像是,魚也有油 哪里選擇也很少 但是年中日本也有趣 謝謝 今天也是開心的一天 謝謝大家 謝謝